钱是万万不能的 钱似乎对我们有着特殊的心理 要是在野外突然捡到一个ATMG 你会做什么呢 这部国外就有个关于ATMG的恶作剧 人们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一起来看看吧 一说到银行 想必大家想起来都是ATMG 毕竟在ATMG上存钱取钱都很方便 作为这样一个日常用品 它也同样成了一个装钱的工具 一般在银行周边 我们都能看到ATMG的声音 但是最近外国一个地方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两名男子在野外练习设计 转意外发现了一台废弃的ATMG 这可把两个小伙子高兴坏了 不过这台机子的锁还是完整的 于是两位小伙子开始发愁 怎么打开这个机子 一开始他们尝试了用密码 但是这要开到什么时候呢 他们接着又尝试听声开锁 但是在很多次尝试后都失败告终 实在想出什么好的办法 其中一名小哥开始决定 拿手枪射击这台机器 尝试了一枪后 感觉威力好像不太行 ATMG根本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接着他们又换了一把布枪来射击 在接连射出体发子弹后 门开始出现了几个小孔 明显这把枪很好用啊 可能是觉得这样太浪费子弹 于是小哥干脆就拿来撬棍 然而合力把门撬开 在各种的奥腾花费一段时间后 ATMG终于打开了 最后小哥竟然发现 ATMG里面居然有钱 而且还是五万美金 这可把两人高兴坏了 这可是白钱的财富啊 可是当两人仔细看后才发现 原来这些钱都是假钞 这台ATMG也不过是 别人的一个恶作剧 原来一切都是白费功夫 看来是白高兴的一场 毕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啊 希望大家也不要相信 这种贴上了条馅饼的事 不准便宜没占到吃亏 反而更多呢 好了为此曾经看世界 导致这些说 头声 二 Beyonce